全澎湖大大小小村里96个社区 每一个社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与美貌 或许您在这里居住许久 带您了解您的社区之美吗 今天的专题报道要探索青罗社区各个角落 带您体验不同的青罗社区新视野 青罗社区位在湖西乡临近白坑社区 如同它的名字一样 它的村里地标就是一颗青色的海螺 命名的由来无从考据 但根据网络上的讯息 佛教将奖金说法称为吹法螺 所以青罗也借指佛教经典 闲瞎的午后 沿着青罗社区临近湿地的防波堤 是最适合散步的好去处 沿途的风光美景 无论是波光淋漓的海面 或是纯朴静密的乡村景致 都能够带给人一种宁静 而惬意的心灵唇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看上去杂草丛生杨无人烟的小道 走进去一看才会知道 这条小路的尽头之处 其实就是这一座杨茜庙塔 它有超过百年以上的历史 是早期青罗居民用来起雨的石塔 在这里它已经静静地 庇护青罗居民们无数个年头了 与杨茜庙塔商户呼应的 是位在顶其山下的小庙 巨善寺 别看它规模不太大 外观也不是很起眼 但它和杨茜庙塔一样 都有着难以考证的悠久历史 而当中供奉的观世音菩萨 似乎也正好与青罗的地名相互呼应 小学生 小学生 那是小学生一点点 有蓝色的 因为我要夏天才要 到家去去去去去去就去大街 对啊 过了 这间就过了 所以这间是不到 你去北京 北京要多? 好 所以陽明廟棠是 他是不... 所以他叫廟棠 因為這間廟的關係 他叫廟棠 廟棠 如果我爺爺在的時候 一百二十幾歲 所以爺爺在的時候 這一間就有了 但就很小 所以只要一間就一間 一間就一間 那都是你家 你家自己寫過的人來拜 慢慢地去那邊去 你自己寫過的人來拜 這間也是類似像蔡棠這樣子嗎 對對對 蔡棠嘛 也是算素俗的 蔡棠嘛 他在麻痹那種 陳淵堂啊 都會 冠營 這個 冠營廟 還有這個 下巴西林寺 還有海鮮 海鮮宿有沒有 有冠營嗎 有冠營嗎 大冠營 大冠營都死的 他們同一個地方 但是我們這裡比較久 先走我們那邊 我們這裡新竹 新竹 到有來這裡過來再談 我們來這裡拜拜 你說新竹喔 新竹今天有人來這裡拜拜 來拜拜 大家來這裡 回家回來 回家回來 跟... 我來這裡 說明 我們 說明 說明 白金的沙 透蓝的海水 加上赤红色的岩壁 让青螺的沙滩景观别具特色 不仅适合日常游气 坐在岩石上欣赏风景 也是一场视觉饗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青螺的山丘上有一条相当有趣的洋长小径 从这个位置看去 四周的海景与路景一览无遗 搭配着夕阳余晖 这样的美感是不是也让您心神向往了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论您是哪里人 如果有机会 您也可以利用闲暇的时间来这里走走 体验一下乡村巡礼 与天然环境之美的双重享受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